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 网红商孕妇 最近浙江杭州一名怀孕32州的孕妇和丈夫 在小区里散步 突然被一只没有钻绳的宠物狗飞扑过来 这丈夫为了保护这个孕妇 就用脚将这个狗推开 结果这狗的主人陈某是不依不饶 双方就发生了口角 之后陈某的母亲也加入进来 不停地辱骂孕妇 以及肚子里的孩子 还和女儿一块来撕扯这个孕妇的头发 推她的肚子 最终这孕妇被送往医院 出现了先兆性早产 那涉事的母女良 也被警方强制传唤调查 遛狗不拴神 还打伤孕妇 这就让不少人愤怒 纷纷谴责这一对母女 有人就发现 这个陈某是个网红 微博竟然有三百多万的粉丝 你看看 网红大V 也就是素质 随后当地警方发布同报 陈某的母亲 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 已被行政拘留 陈某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的违法行为 也基本查清 将对孕妇杨某的伤情 进行进一步的鉴定 依法要做出处理 一起因遛狗引发的纠纷 成了全民关注的话题 这一方面 是因为受害方是一个孕妇 要知道吗 孕妇他正处在生命中 比较脆弱的阶段 需要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呵护 这是一个社会共识的底线 可这个陈某呢 自己不酸狗生 有错在先 还蛮横无礼 不单动口 还动了手 那自然就引发了全民的愤怒 另外一方面 这陈某的网红身份 也是一个关注点 如果只看他微博 你就觉得他岁月静好 卖一卖衣服 发一发自拍 还和粉丝互动聊天 活得叫光鲜亮丽 精致时尚 可你再看看现实当中 私底下的所作所为 那画风 简直是判诺两人 本来作为网红 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 更应该谨言盛行 注意自己的正面形象 但这个陈某却用他这个言行 让自己从网红变成了网绿了 当然了 这一次的事件 也再次引发人们 对六狗拴不拴神的讨论 目前很多城市 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明确要求 六狗必须拴狗神 但还是有些人 我行我素 任由这个宠物狗狗 在公共场所 是上窜下跳 所以关于狗的纠纷 那说到底 还是跟这狗主人有关 反映出来的 是养狗人的文明程度 那真的爱狗 你就应该用文明的方法 来养狗 不能假借爱狗之名 而致旁人的安全与不顾 当然了 文明养狗 仅仅靠个人自觉 还是远远不够的 咱相关部门 就应该加大对违规养狗的 惩处力度 让六狗拴神成为常态 我们来看看 有个最新的消息 说当地城管部门就表示 陈某的宠物犬 已经涉嫌违规饲养 将面临没收 以及三千到五千元的罚款 网红六狗不拴神 还打伤了孕妇 我们就想说 红不过是一时 善 才是一时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九月十一号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善田芳去世 享年八十四岁 善先生的评书 咱很多人都听过 三峡五翼 白眉大侠 水堂演艺 乱世枭雄 那步步呢 都是经典 善田芳 说了五十多年的评书 有录音记录的呢 就有一百多部 这加在一块啊 得有一万两千多回 他的评书作品 覆盖全国五百多家电台 八百多个频率啊 凡有井水处 皆听善田芳 据说呀 全国每天 大概有一亿左右的人 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 听他讲历史沧桑 讲风云变换 这金唐木一拍 白纸扇这么一抖 他说的呢 是评书 咱听的呢 是江湖 他那沙哑独特的嗓音 伴随了好几代人 尤其是最后那句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那简直呢 让人抓心饶干的 期待 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倾客兴亡果首 倾时几行营兴 北芒无数光秋 前人撒总后人收 无非是容争不斗 听谁胜谁负 且听下回分解 善田芳身于曲玉世家 母亲呢 是唱大鼓的 这父亲呢 是贤诗 家里的亲戚呢 也基本都是这个行当的 那个时候啊 评书被视为是街头卖艺啊 说书人闯荡江湖 走到哪就说到哪 那是登不得打牙之堂 年轻时期的善田芳 也有点瞧不上这个 他喜欢的是医学 想学医 还考上过东北工学院 可是没成想啊 后来因为生病啊 包括家庭变故啊 不得不退学 最后呢 还是走上了评书这条路 评书这种艺术形式 那就是一个人一张嘴啊 如果没有两下的功夫啊 很难拢住这个听众啊 善田芳的声音 他很有画面感 有大量的拟声词啊 有很多的语调的变化 他一个人就能演出个千军万马 能演出不同英雄好汉的不同性格 表面上看 说评书啊 好像挺轻松的 谈笑风声 娓娓道来 可实际上啊 这准备的时间呢 那真是撒废苦心啊 说评书 那可是没有这个提字器的啊 说书人呢 必须把那书呢 都背下来 滚瓜烂熟 铭记于心 背呢 还只是第一步 你还不能照本宣科 还得加工啊 这里加一点 那边呢 剪一些 再用自己的语言和节奏 把这故事呢 讲出来 得讲得精彩 评书讲的是善恶 是非 中间 是中国传统伦理 道德的一种传播力 这种影响啊 直到今天都没有消解 有网友就感慨啊 说善田方老师 是我们最早的德语老师 教我们像英雄好汉学 如何做人 对说书人来说呀 传统的历史故事 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本子呢 是上辈上辈流传下来的 而新的评书 那就更需要花 更大的心血了 善田方在后期啊 也录了很多 新时期的内容啊 你比如啊 铁道游击队 二战演绎 甚至连福尔摩斯探案 他都说过 可以说呀 很敢时髦 为了吸引小朋友 也听评书 他还把三国演绎呢 改成了动漫 最忙的时候 他是广播 电视一起上 经常奔波在各地啊 来录这个评书 他曾经说 每天早上四点多 就起床 到了十点左右 要录完两段书 下午呢 又要准备 第二天的这个评书 为了把这故事啊 讲好 哎哟 躺在床上都睡不好觉啊 每天的心情呢 有点像高考一样 五十多年来呀 都是这么过来的 甚至呢 在患了胃癌之后 还继续录了二十部评书 用他的话说 这叫发挥娱乐 评书跟其他的艺术形式啊 不太一样 啊 你像这个影视演员 肯定是越年轻越好 可评书表演呢 是越老越吃香 因为说评书啊 不光说故事 还讲述人生经验 年轻人 哎呦 说不出这个内涵 再加上培养一个评书演员 少则也得十来年 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学 你像之前 三连生活周刊呢 做过一个封面 就是这个 善田方 明天听谁说评书 这个杂志就说了啊 如今能说评书的呢 不超过十个 最年轻的说书人呢 都五十多了 你要再过几十年 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 评书从最开始的万人空巷 到如今的后继 无人不得不说 这跟落差呀 真是让人惋惜 有人说呀 善田方去世 再无下回分解 可我们还是希望 评书呢 能继续有人说 继续有人听 希望有后人 接过他的金堂墓 猛拍一声 续说古今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来说一说爱心基金 很多爱心基金啊 是慈善的一部分 能让需要帮助的人呢 及时得到救助 不过最近啊 有媒体曝光了一个爱心基金 说他并不是雪中送炭 而是想方设法呢 在那坑蒙拐骗 前不久 有一位脑瘫患儿的家长反应 他接到了村里通知 说从北京啊 来了专家 给这孩子呢 看病 还可以免费救助 这家长一听感动啊 觉得孩子有救了 立马呢 到现场登记 排号 检查 后来 工作人员就告诉他 你回家呀 等消息吧 如果符合救助的条件 就可以去北京看病了 哎 过了几天 还真就接到了电话 对方就说 是姓林春雨 脑瘫基金会的 说你们家孩子啊 有96%的治愈的希望 你赶紧买车票 然后呢 带四万块钱 来北京看病吧 对方还特别强调 你们要去的这个医院呢 是北京某某脑瘫 这个病的医院啊 救助的名额 是有限的啊 过期就作废 一定抓紧来 说对方啊 三番五次的催 这家长呢 就起了一些疑心了 之前跑那么多医院 没有一个专家 拍的胸部说 这脑瘫能治愈 这回答好 竟然有96%的 治愈的希望 另外 那四万块钱 以及呢定点的治疗医院 也让他怀疑 哎 这是不是个骗子呢 有多名的患儿家长啊 也都接到了这 爱心基金的电话 说有基金救助 催他们呢 赶紧带些钱 来北京治病啊 有的患者还真就去了 看病 花了六万多 也没见好 而基金会承诺的救助呢 只给了一千块钱 经过记者调查啊 这所谓的爱心救助啊 实际上就是忽悠患者的 一个套路啊 就先以爱心基金的名义 生成可以提供免费的救治啊 然后呢 再忽悠患者到某某指定医院 来治疗 最后呢 这医院趁机收高额的治疗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 众多的患者呢 都碰到了这类似的营销手段 基金会提供的定点医院 是北京大兴的一家民营医院啊 藏在这个居民区里 条件不怎么样 有患者说 还不如咱老家的县级医院呢 而咱们提到的这个 姓宁春雨爱心基金 和这民营医院呢 其实啊 是一家的 救助金的申请窗口 和医院的收费窗口 是并排在一块的 这种爱心救助啊 那就是医院 先拿出一小部分钱 登记在某某基金会的名下 然后呢 再联系各地方 组织专家进行爱心检查 再然后呢 就忽悠患者进京治病 这就相当于啊 左手掏钱 右手收钱 不过呢 他打了一个公益慈善的外壳 在那招染客户 这样的爱心基金 那分明呢 就彻头彻尾的医疗骗子 跟伊托比啊 是有过之 无不及 记者调查就发现呢 这家基金组织 曾经用过很多的名字啊 三年前还被叫停过 但是呢 和医院的合作模式啊 从来没有停过 后来他又改名 挂靠到别的基金会 继续啊 骗人 这种诈骗营销 已经违反了慈善法啊 它会透支人们 对慈善的信任 让弱者更无助 让慈善很受伤 有专家就说了啊 爱心基金都成了一托 那叫停后呢 他又能改头换面 这就要求咱这个 相关的慈善组织啊 要有更严格的审查备案制度 不能让伪公益 沾到浑水墨雨 对有前阁的假的慈善组织呢 就应该列入一个黑名单 不能够让他死灰复燃啊 目前北京大兴啊 已经对这家医院呢 展开了调查 要我说 慈善的公信力 是一点一点 给他积累起来的 不容易 绝不能够让假的爱心基金 以善的名义 在那作恶呀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来说一个 教科书式的避险 节目9 云南末江县 发生了五点九级地震 地震发生的时间 是上午十点半 非常的粗篮 是毫无预兆 就在那一个瞬间 一段监控视频 记录下这么一段画面 地震发生的时候 这孩子啊 正坐在沙发上 屋子里的天花板突然掉落 附近的大人呢 都仓皇失措啊 只见这孩子啊 迅速起身 跑到墙角 躲在冰箱和脚轨之间的 安全区域 就在他完成避险的那一瞬间 他刚刚坐过的位置呢 真就有一块天花板掉了下来 那着实啊 让人是捏了一把汗 也让人忍不住啊 为这孩子的机制呢 点赞 这个小男孩后边就说了 学校每年开学的时候啊 都会进行一个应急演练 这一次呢 就是根据演练的情况来避险的 那专家就说了 他这个做法呀 是正确的 唯一不足的呢 是躲避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手高高举起啊 保护自家 防止被罪物呢 砸到 不过呀 这小小年纪就能有这么迅速的应急反应 已经是值得鼓励了 说起来 最近这些年 随着咱们学校啊 家长啊 对孩子安全教育的加强 很多孩子啊 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 真是人小鬼大 表现的是相当的机智 你像前一段时间 上海闽航区一户人家 突然着火了 家里只有一个七岁的男孩 这孩子啊 冷静啊 及时拨打119报警 您好 什么事情拨打119 我家里都火了 地址哪里的 家里没有没有大人在的 没有 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我现在还在家里 那地址是哪里啊 横渡村吗 横渡村 哪个镇上的啊 火非常大呀 您听听 在这个报警电话里啊 这孩子啊 表现的是相当的冷静啊 对着着火的情况啊 地理位置啊 那描述的都非常的清晰 幸亏有这个报警电话 才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故发生 还有上上个月啊 浙江杭州 民警呢 接到一个七岁男孩的报警 与其里呢 带着哭腔 说爸爸妈妈突然消失了 两个人的手机呢 都没带 在这个电话里边呢 孩子虽然有些惊慌 但依然是逻辑分明 口齿栖息 和民警说明了家庭住址 报警的原因 全程没有一句这个废话 那堪称是教科书师的报警 喂 那个邀零 喂 我是个小孩子 我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不在家 然后真的不害怕 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一天广场 然后呢 杭二中对面 一天广场 杭二中对面 杭二中对面 这个一天广场是吧 四川 跟你爸妈的电话 你能不能报给我一下 这是我 这是我妈的手机 你爸爸的电话呢 爸爸的电话在家里 但我爸爸妈妈不在家 而且鞋子也没了拿走 他们都不在家里啊 对 我本来在看我的游戏视频 但爸爸妈妈就莫名其妙走了 你几岁了 几岁 小姐妹啊 孩子们面对紧急情况 都能够临危不乱 这些教科书式的应对背后 其实啊 是教科书式的安全教育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法国一位老师脑洞大开 将手机上的电影截图 和现实的场景来混搭 利用错位手法拍摄照片 你看啊 皮诺曹的长鼻子和烤肠 是无缝对接 火影棱者的头发和悉尼歌迹院撞款 还有这疯狂动物城里的 慢吞吞的这个苏篮 开启车来是毫无违和感 有一句话叫梦想照进现实 到这呢 那是电影照进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启用室外喷雾系统 这个系统每隔几分钟 就喷出一股股白色的水雾 路过的师生 有的伸手试探这个喷雾系统的神奇 还有的呢 就在仙境当中摆各种姿势来自拍 诺隐诺现 仿佛下一秒叫羽化成仙 江苏昆山一座大楼 造型酷似金字塔 你看啊 这个大楼由三栋建筑组成 每一栋建筑的结构 都是一层一层往上收缩啊 最后呢 在顶端重合 第一宽上窄 这可不就是金字塔吗 这大楼的设计者就说了 采用地镜式的设计 是为了保证每个房间 都有采光和通风 金字塔大楼要我说 这设计也正在塔尖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上网低龄化 最近啊 这个青少年蓝皮书 在京发布 蓝皮书对中国未成年人 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呢 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结果呢 就显示 未成年人首次触网的年龄 那是持续走低 这数据显示啊 截止到去年底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总体普及率呢 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未成年人十岁之前触网的比例呢 高达百分之七十二 前几年这比例还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还不算什么 调查显示 七岁触网比例也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这就被人们调侃呢 还没上学就学会了上网 上网低龄化 这主要呢 是因为手机的普及啊 这蓝皮书啊 显示啊 未成年人拥有自己手机的比例呢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多 其中超过六成的小学生 都有自己的手机 未成年人过早触网 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成了很多家长纠结的问题 你看啊 一方面 网络已经成了孩子获取新闻 了解世界的一个渠道 而且呢 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 未成年人在线学习的需求 那时候越来越大 学习的效率呢 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可是 另外一方面 网络游戏 网络暴力 这些个危险因素啊 又让家长啊 惴惴不安啊 毕竟孩子年龄太小 思想越来不成熟 自控能力差 一旦沉迷进去 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 那问题就来了 那到底 该不该让孩子上网呢 对此 专家表示啊 互联网时代啊 如果你一味的赌 反倒 适得其反 不妨啊 通过正确的引导 让未成年人 对网络 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才能够合理的利用网络 那首先 你学校方面 可以通过开设网络课程 从理论 实际操作 这些个层面 对孩子们呢 开展网络知识教育 让他们对网络呢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而父母呢 应该做到 乱应 兼施 什么意思呢 对孩子啊 不宜参与的网络活动 及时的干预 制止 乱应的 同时呢 对孩子要进行心理疏导 经常和他们呢 交流谈心 当然了 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光靠学校家庭啊 还远远不够 作为网络企业 更应该把好网络路口关 要进化网络信息源 这是每一个网络企业 应该具备的基本操守 为成年人 触网低零化 要我说呀 想要网络不可怕 就要多方联动 为孩子呢 制一张 安全之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看天下 文章标题 网文江湖的水 有多深粉丝 就有多猖狂 最近啊 有人因为对一部网络小说 发表了一些不满的言论 就被这网文的粉丝啊 耿人肉 最后呢 逼得都抑郁了 就因为对网文发表了几句差评 竟然就被粉丝疯狂人肉 这么一个事件 就暴露出网文世界的灰色一面 说起来哈 在外人的眼里 网络文学圈呢 应该是一个单纯 又轻松的娱乐行当啊 写手呢 每一天写一万个字啊 努力写出有趣的东西 吸引粉丝来关注 粉丝呢 每日追更啊 看到写得好的呢 就打赏一下作者 看上去呢 是一片其乐隆隆啊 但有业内人士说呀 网络文学的江湖啊 从来就不缺血与心风 你看啊 网文资本市场 各大公司 为了占据一席之地 是争相并购 争抢作者 这个竞争呢 是十分的惨烈 还有啊 网文作者之间 那也是名争暗斗 各种抄袭乱象 打赏黑幕 层出不穷 你像前一段时间 有人就爆料 说有网文作者 为了能上榜 他自己呢 偷偷给自己啊 打赏了上百万 那类似这样的 晋级的技巧 都快成了 网文江湖的前规则 网文江湖 水深火热 那围在一旁的粉丝呢 也是山风点火 美国有一部电影 叫《危情时日》 男主人公呢 是一位作家 他被自己的头号粉丝啊 绑架了 威胁他 要他动脾啊 改 改变主人公的命运 否则呢 就要虐待这作家 那画面呢 让人看得是毛骨悚然 而现如今呢 在网文界 类似的剧情啊 其实也一直都在上演 一些粉丝 以信徒的身份 不断干扰作者的创作 要求作者 按照他们的愿望啊 来继续写啊 否则呢 就不付费不打赏 而对于那些 对网文有意义的人呢 上些个粉丝 就四处打击 甚至呢 人肉骚扰 就像咱开篇说的 这件事 钱中书先生曾经说啊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 觉得不错 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这是他回复粉丝的话 也是一直以来 作者和读者之间 最美好 最默契的关系 然后到了现在网文时代 这种模式被彻底打破了 在互联网的眼球经济背景下 谁的粉丝多 谁的关注多 谁的知名度就越高 那获利呢 也就越高 这么一来啊 粉丝的权力被无限的放大 各种闹剧是轮番上演 最终伤害到的呢 还是网络文学本身 我们回到标题 网文江湖的水有多深 粉丝就有多仓狂 要我说呀 作者只管写 咱读者呢 只管读 这才是书本的正确 打开方式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慈 人造缘分 咱们都说 千里因缘 一线千 可如果月老迟迟没有回应 那该怎么办呢 有些痴情的男女啊 就开始人造缘分 什么意思呢 就自己把那红线呢 绑到心仪的对象身上 这人造缘分第一招 就是让对方啊 相信命运 相信缘分 那怎么安排呢 就制造各种巧合 各种偶遇 就是找对方的朋友来打听 看对方最喜欢去些什么地方 然后呢 有事没事啊 就跑到那个地方啊 去露露脸 假装是偶然遇见的 这么一来二往啊 就算对方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也能混一个脸熟 也好敬水楼台先得月 这第一招 那人造缘分 第二招呢 就是爱乌鸡乌 爱他所爱 那对方喜欢喝什么饮料啊 咱也喝什么饮料 对方喜欢听谁的歌啊 我们就把那歌手所有的歌啊 也下载下来 如果对方喜欢看《卢异传》啊 咱就每天守着视频网站 等着更新啊 只为啊 能够和他有共同的话题 总之吧 一句话 因为爱所以爱 人造缘分 瞧见没有 缘分这东西啊 那也是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大拼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 天下言论 社交平台 最后的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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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